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古典月长的店主 那我今天又要来跟大家分享 古典历史转录的试听与介绍了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奴娃的西背流氏小地心写奏曲的原始虫交转录 那奴娃是20世纪最重要的女性小地心演奏家之一 那我们古典可以使用原始的历史遗产首版虫交来转录 这真的是我们的荣幸 一般奴娃的唱片 其实奴娃的录音99% 他只有晚年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在 全部都是崇交时代的录音 虽然我们后来有出版成黑胶 就是假设我拿这一张给大家看 这一张就是一张黑胶的版本 那这个黑胶是早期的黑胶哦 这个是他演奏萧宗的诗曲 德布希的小地心写奏小地心奏名曲的黑胶 这一张是黑胶的版本 可是其实黑胶版本 必不是最原始最早的出版 最早的出版如果是 西背流氏的小地心奏曲的话 那他就是这样的一套虫交了 那这一套虫交 他是演奏西背流氏小地心写奏曲 他是1946年的录音的第一次发行 那第一次发行就是虫交 那这个虫交的版本 我拿给大家看一下 他总共有四张虫交 总共要八面 那这个就是我们转入的原始的虫交 这个片况非常非常好 这个声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讶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的转入的成果 如果大家有兴趣 其实可以跟我们够吧 那我们已经完成了 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奴娃 那奴娃是1919年出生在法国 然后她是二十字迹 最影响力最大的 女性小离情演奏家之一 她在1932年 她12岁的时候 就曾经去参加 威娃国际小离情比赛 她当时是获得第四名 那第一名是另外一位世纪伟大的小离情女性演奏家 她是乔工达迪Vito 那1935年的时候 她16岁了 她16岁就是 四隔 四隔三年了 她16岁的时候 她代表法国参加当时第一届的 那个波兰的韦尼奥夫斯基小离情大赛 这是第一届的时候 当时全世界有非常多的小离情家 跟小离情演奏的学生去参加这个比赛 那苏联也派出了一组团队 目标就是要得金牌 可是最后就是 获得金牌的居然是16岁的奴娃 而且她是一个女生 她击败了当时苏联派来的 如日中天的David Oistler 她获得金牌 那在这样的一个 就是得到金牌之后 她就变成了世界重量级的小离情演奏家了 她一直从1935年开始 一直到她去世的1949年之间 她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小离情演奏家 不过很可惜的是 她在1949年的时候 因为空难而陨落去世了 那时候她才才想年才30岁 那1949年的时候 她是本来是要搭一架飞机 就是准备飞往美国纽约 然后举办音乐会 可是她刚起飞不久 她就醉毁了 那机上的所有的机主人员跟乘客总共 全部48人全部都拟难 没有了一个人生还 那当时努娃的去世啊 就是也跟她的 她跟她的哥哥也 她的哥哥就是她的伴奏 她的哥哥也跟她一起 就是搭机嘛 他们都去世了 然后这是她的第三次的 要去美国的巡回演奏 那努娃的一年早逝 震惊了整个法国的音乐界 世界的音乐界 就是当时法国还特别举办了 就是悼念会来 来纪念她的贡献 然后法国政府还特别授予她 荣誉军团勋掌 以代表她对于法国音乐的贡献 那当时努娃 她使用的那一把 斯塔利瓦里1730年的 这个乐器也跟她一起消失了 那这个乐器是从她 是从她1935年参加 就是韦尼奥斯利大赛的时候 就是 她就跟情商购买这一把琴 一直使用到她去世 据说她在去世的时候 还紧紧的抱着这把琴 那非常令人就是 感动跟遗憾的地方是 她曾经在去世的时候 就写下她对于死亡的看法 她是这样说的 真正的伟大 很可能就是某种 充满光彩的孤己 人们有时候会因为恐惧死亡 而过于迷思方向 可是却忘记了 死亡本身有时 往往就是最崇高的 而我们应该把死亡 视为我们对于一生所作所为的最大报场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我们的转入成果 那如果你们对我们的转入成果 就是觉得 这是你们想要听的奴娃的情音的历史原貌的时候 欢迎跟我们购买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 那今天的介绍跟分享就到此结束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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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